近日 中共政法委官員接連落馬 週二 吉林省通話市原政法委書記趙政軍被調查 前一天 遼寧省盤錦市原政法委書記 人大主任楊權被雙開 他們都曾積極參與迫害法輪功 受到國際組織的追查 中共紀監委的通報 沒有說明趙政軍被調查的具體原因 據公開簡歷 趙政軍一直在吉林省通話市任職 2001年4月起 先後任通話市東昌區委副書記 書記 副區長 區長 2012年1月起 任通話市政法委書記 副市長 另據明慧網報導 趙政軍任職期間 大批法輪功學員遭到綁架 非法關押 判刑 趙政軍對法輪功學員孫群英被迫害致死 負有責任 受到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的追查 另外 遼寧省盤錦市人大常委會原書記主任楊權 週一被雙開 通報稱楊權與他人串供 違造證據